见到杀母仇人复活的企鹅人会有什么反应 这天企鹅人从新闻中得知卷毛已经复活 惊讶后的他很是兴奋 因为又可以杀他一侧 而此时卷毛已经来到了少爷家 但就在双方对峙时 企鹅人来了 就在卷毛猛逼时 大胖扛起了火箭筒 这一下卷毛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也不用担心他再次复活了 但你们可能有个疑问 怎么企鹅人会知道卷毛在维恩庄园呢 原来知道卷毛复活后 企鹅人瞬间满血复活 将头发梳成了两根毛的模样 来到了医院找到了大胖 大胖对企鹅人的道来充满戒备 因为是黑妹杀了他母亲 但企鹅人却说 企鹅人说 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因为你和我现在 都是被卷毛伤害过的人 就这样 两人达成了同盟 随后来到了少爷家 炸碎了卷毛 所以说 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菜刀再强也怕手枪 何况是火箭头 而这也预示着 企鹅人的正式回归 此次卷毛事件 让少爷维恩更加紧迫地 想将雨果博士 绳之雨法 不然他也会不如他父亲的后尘 但还是那点没有证据 于是找到了猫女 想让他溜进阿卡姆 看能不能找到点线索 而接下来 两人的对话就有点意思了 猫女说 你说得轻巧 那可是阿卡姆 戒备那么严 我咋进去啊 少爷耸耸肩 那你不想去的话 我就自己去了呗 前台词就是 你放心让我自己去吗 果然猫女还是不放心 少爷计谋得逞了 猫女简直被少爷拿捏得死死了 但是猫女有个条件 少爷不能去 因为嫌他碍事 但其实是不想让他冒险 晚上猫女就从楼上的通风管道 潜入了阿卡姆 刚一进去 他就听到雨果博士 和女助手在聊天 博士说 虽然卷毛已死 但是他们可能会对这里进行调查 我们需要清空这里 转移所有的实验对象 待两人离开 猫女开始继续寻找证据 在路上 他看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人 在被转移 而这些基本都是以后蝙蝠侠的对手 此时猫女来到一间 满是喷火装备的房间里 就在他检查时 已经被博士救活 并成功洗脑的萤火虫 出现在他身后 猫女懵了 他不是离开歌坛了吗 于是他对萤火虫说 我是小猫呀 但此时的萤火虫 根本不听他巴巴 端起喷火器 就要点了猫女 而这一切 也都被雨果博士看在眼里 原来博士早就发现了猫女 而猫女之所以进入这间房间 也是博士刻意引导的 他就是想看看 萤火虫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那么猫女真的会被烧死吗 重回歌坛的企鹅人 又会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下集接着讲 关注郭说 今晚还有三集